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讓你看一下懷舊魔術 各位準備好了沒 準備好 我們馬上要開始囉 Gmail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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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各位 剛好發一個紅包 祝大家新年快樂吧 那裡面只是意思一下 一塊錢 一元赴死 萬象更新 意思一下就好了 那剛剛看到的是 傳統的舞台魔術對不對 我現在要示範另外一個魔術 是面對面的魔術 那可能你們比較不敢接觸 我們先請我們的助理小姐 我們的小妞先來幫忙 好不好 大家給她鼓鼓掌 來 小妞 妳可能不知道 我們要做什麼對不對 等一下妳只要接受我的命令 我叫妳做什麼 就做什麼 是這樣嗎 對 不會 不要想到別的地方去 喂 咱們的魔術先生 可是合家觀賞的口碑節目 你們兩個稍微收斂一點吧 這個東西呢 在古代 就是行求犯人的東西對不對 就把它打開 裡面呢 就是一個套脖子的東西 那 還會有一把劍 這個要怎麼弄呢 來 注意看喔 我把它這樣穿過來 大家可以很清楚看到 劍會這樣穿過去對不對 好 小妞妳知道等一下要做什麼嗎 喔 不知道喔 那 對 就是把這個扣到妳的脖子上 好 來 麻煩一下 為了避免妳看到血腥的部分呢 所以我們必須把妳的眼罩照照起來 各位 看到這一段 不要懷疑 我們是魔術先生的節目 我們並不是日本的節目 好 現在呢 請妳轉過來面對我一下 這邊嗎 對 來 各位觀眾 以下是限制級的表演 注意看喔 如果頂到有感覺 不要嚇一跳喔 有沒有感覺 真的 那這樣有沒有感覺 有 有 有 真的會刺到喔 好 再來一次喔 來 準備好了喔 小妞有沒有怎麼樣 來 轉 不要動 轉給大家看 來 好 小妞來摩著吧 來摩著 來 摩著 來 不要動 來 不要動 來 來 來 小妞轉過來 好 好 謝謝小妞 就是這樣 我還我的太幸運了 小妞啊 剛才真的很驚險耶 不過還是要幫你鼓鼓掌啦 電視機前的小朋友 千萬不要學喔 等一下呢 我需要一位觀眾 配合我表演這個魔術 如果你願意的話 請你把手舉起來 那我希望是自願的 所以我也不想強迫人家 如果呢 你覺得你可以的話 請你把手舉起來好嗎 那個 有沒有 有沒有人自願要把手舉起來的 跟我配合這個模組 有 好 來 這位先生 貴姓 姓我 黃先生喔 你剛才有看到那個 危險的鏡頭嗎 那你是什麼勇氣 然後還自願要上來的 被你逼的 被我逼的 我怎麼沒有發現 沒關係 危險的已經過去了 那我們現在呢 要演一下 另外一個魔術 那這個魔術也是 非常簡單 我們先介紹一下我的玩具 好 你不用怕 這是我的玩具 小魔 你的玩具 怎麼都那麼奇怪啊 上面還有切東西的痕跡 到底是幹什麼用的啊 對 這只是玩具而已 各位不用緊張 那我拿出一個 你們滿熟悉的東西 叫做小黃瓜 對 小黃瓜呢 要做什麼 黃先生 等一下等一下 這只是玩具而已 等一下很簡單 你只要把手伸過來 其他的事情都交給我就好了 好不好 好 你一定很害怕對不對 你不用緊張 這個魔術 我只失敗過一次 今天是第二次表演 對 沒關係 我有帶準備的東西 可以讓我練習一次 不常看到的 叫做大黃瓜 好 來 王先生手伸出來 袖子稍微捲起來一下 對 好 沒關係 捲起來 好 這是王先生的手臂對不對 好 你的手呢 就放在上面這個洞 我轉過來 讓大家看得清楚一點 小黃瓜放幾下這個洞 電視是不是就這樣演的 我數一二三切下去的時候 王先生的手不會斷 就是這條大黃瓜 小黃瓜會斷 電視是不是這樣演的 對嘛 好 我們就跟電視一樣 一 二 三 等一下 我看到 我記得了 王先生 說明書說真的人的手 就不會斷了 小摩 最好手跟大黃瓜 有什麼不同啦 看著王先生表情多驚恐啊 下一段 王先生的手真的要放下去啦 哎呀 救護車是叫好了沒啊 一 二 三 切下去了之後 王先生的手不會斷 就是這條大黃瓜 小黃瓜會斷 電視是不是這樣演的 對嘛 我們就跟電視一樣 一 二 三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記得了 王先生 說明書說真的人的手 就不會斷了 我們還可以試一次 對 對 沒有 我們再找一點小黃瓜來試 來 小黃瓜 放這裡 還好 還夠長 來 王先生手請伸過來 麻煩請伸左手 左手 對 因為你伸右手會飛向觀眾 伸左手比較不會飛向觀眾 對 對 因為伸左手我比較不會內疚 對 我都用左手 我都用左手 你習慣用左手 來不及了 我現在要做一個動作 我必須握住他的手 第一個 第一個原因是怕他亂動 等一下 不是啦 是你的 對 你的 你 第二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 是因為 我怕他手傷掉 因為醫生說十分鐘還接得回來 對 你放心 手錶這個我會幫你顧著 那我問你們一個問題 請問切一半比較痛 還是全部切比較痛 全部切 切一半比較痛 兩個答案都有 我跟你們講答案是切一半 那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不知道 因為全部切只有一邊會痛 切一半兩邊都會痛 所以 我等一下感覺到會痛 我就全部切下去好不好 好 好 麻煩還是要看前面 好 手握著 你現在還記得你姓什麼嗎 你姓慘嗎 姓慘 喂 雞王 雞王 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 開始倒數 999 998 997 要不要再睡一下 太久了是不是 他真是痛苦的肩 好 來 1 2 1 2 2 小黃瓜 斷了 王先生的手 沒有 是手 給大家看一下 沒問題 好 我們謝謝王先生 謝謝王先生 對 這是我們今天的 懷舊魔術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今天呈現精采趣味的懷舊魔術 大家是不是還有印象呢 透過小魔王輕鬆逗趣的演出 更加深了歡笑及童年的回憶喔 史上最火 魔術最牛 街頭魔術秀來了 還記得上次我們在敵畫街變魔術嗎 這次不僅跟店家變魔術 魔術先生還秀了一首摺氣球的絕技 來跟觀眾朋友拔乾淨啦 咱們看下去吧 好 這等一下送給你好不好 有沒有 好 那可能要請爸爸幫忙 爸爸要幫忙喔 好 來這個幫我拿著 我現在有一副普克牌 好 請你抽一張牌 抽一張牌 對 抽一張牌 好 來 給大家看一下 紅心疤對不對 紅心疤 紅心疤 好來拿著一下 好 這時候我們要讓它變成全世界獨一二的紅心疤 就請簽一下名喔 爸爸簽一下 這還在盒子上簽沒關係 好 這已經有簽名了 來這 爸爸在盒子幫我拿著 注意看 紅心疤 全世界就只有這張對不對 爸爸幫我拿著 對 好 來,放進來就好了 好,來 我把它放到牌堆裡面 好,中間吧對不對 好,來 盒子給我 好漂亮喔 我把它放到盒子裡面 還有 還有 好,我們先不要蓋起來 爸爸,你把它拿中間拿著 好 好 你抽了牌記得嗎 先捏著喔 注意看 什麼牌記得 說一下 紅心疤 紅心疤對不對 對,有簽名的紅心疤 注意看這裡 大家注意看這裡 好 好不好,我等一下下命令給你 叫你放鬆 你就慢慢放鬆 好,我先撕給他 好,來 慢慢放鬆 再放鬆沒關係 紅心疤對不對 對 紅心疤 來,簽名的紅心疤對不對 掌聲謝謝 好,這個 妹妹,你要哪一個 這一個 這一個 好,誰還要這個氣球 誰還要 好,來幫我拿著 我們再變下一個魔術 來 下一個魔術 借我一百塊 要借我一百塊 等一下就還你 注意看 這是你的一百塊對不對 對 你知道我這一百塊要幹什麼嗎 對 拿到魔術是手上你 不會緊張嗎 不會喔 沒關係 來,注意看 注意看喔 我表演 撕超票的魔術 這時候呢 我的老師跟我說 當把超票撕破的時候 我只要拿起一個 十元硬幣 我們稱它叫魔幣 這樣繞一圈 點一下 它就變回來了 你們的表情好像很不以為難對不對 因為撕得很假對不對 我跟你講 剛剛那不是魔術啦 我是要表演口氣 我的小魔不是變魔術還搞那麼久 現在是什麼情形啊 有沒有,像不像 聲音像不像 有沒有嚇一跳 卡媽咪有沒有嚇一跳 沒有,那個聲音不像嗎 再聽一次喔 像不像 很像喔 這個 有沒有 這個 先還你五十塊好不好 這個不能這樣 那怎麼辦 要用膠帶黏回去對不對 可是我現在沒有膠帶 那我先把它 這樣好不好 有沒有 留起來 不行喔 那怎麼辦 拿火再看一下 我的魔幣 等一下,口袋不好拿 我有一個魔幣 拿起來 就跟剛剛我的老師講的 繞一圈 點一下 那這一個 一百塊 它就會 變回來了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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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阿嬤這個氣球 來,弟弟來給你 謝謝 謝謝 新年快樂 大家新年快樂 謝謝 謝謝 新年新計畫 一分鐘就上手魔術 So easy 大家好 又到了我們 一分鐘的魔術教學期間 那接下來這個魔術 我們要教什麼呢 試試看 我沒有任何的道具 那沒有任何道具 我們要怎麼變呢 手空的 鞋子捲起來 但是鞋子裡面 沒有藏任何東西 我只要把兩隻手合幣 注意看喔 它就會 變出一張 一千塊的 鈔票 準備好了嗎 我們 魔術教學 開始 現在 我們只要準備一張 普通的一千塊 這一千塊 沒有任何問題 那我們不需要任何道具 只要你穿著長袖的衣服 像我這樣 長袖的衣服就可以了 那我們怎麼利用長袖的衣服呢 我們先把錢 折起來 折起來 折小一點 大概這麼小 然後藏在 像你的 手臂在上面一點點 然後把它反折上去 蓋住這個錢 蓋住一點點就好了 不用整個折到裡面 像這樣 那手就彎彎的 這樣就很自然了 一開始就這樣 講一些話 手是空的對不對 沒有任何東西 那你一定懷疑我 袖子有藏東西 我就這樣拉一下 這邊是沒有長的對不對 但是你還是要看著前面喔 沒有東西 然後換這隻手 一樣都看著前面 但是我們手剛好會順手拿到這個 一千塊的地方 然後我們把它拿出來 不要讓觀眾發現 那隻手何必搓一搓 就把一千塊打開 一千塊就出來了 這樣你學會了嗎 要玩遊戲 你送球喔 要不要氣球喔 沒問題喔 要喔 來 你先幫我拿著 我們過關才有這個 那沒過關 我們會送你另外一個紀念獎 好不好 好 要不要 要不要 好 弟弟來 你手伸出來 你的手好小喔 來 這樣拿著 那我這裡有六個硬幣喔 你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是不是六個 你把它握起來 等一下呢 你如果六個都握到了 那個氣球就送給你 好不好 如果插了一個 就失敗了 我們就送你別的 這樣你知道意思 要試一次 我們先試一次好不好 好 打開 好 打開 我六個都放進去 你就趕快抓起來 來 這樣 先試一次 六個 六個才抓 六個才抓 好 先試一次喔 這次不算喔 先試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就是這樣 這樣有沒有六個 有 如果等一下這樣 那個氣球就是你的喔 好不好 好 要開始囉 要很快喔 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有沒有做錯 是不是六個 真的嗎 那這一個咧 來 打開看看 一 二 三 四 五 五個對不對 打開給他 一 二 三 四 五 哇 失敗了 可是失敗還有別的 來 我們失敗有別的薑品 這個給你 好不好 好 小摩連小弟弟都不放過 真是太過分啦 不過啊 這小弟弟還真是挺聰明的呢 來 你要拿一隻手 反應比較快 這隻手 你知道規矩嗎 六個之後就馬上抓起來 對對對 好 好 好 注意喔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很快 好 我是說我很快 欸 好快喔 一 二 三 四 五 少一個了喔 來 不好意思 沒有被騙了 來 這隻小豬送給妳 謝謝 對對對 謝謝 來 換妳來試試看 不可能來我們 來 試試看 直接來就好了喔 我們不用 要練習嗎 不用練習了 對啊 等一下很快 你先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欸 欸 怎麼在這裡 欸 五個對不對 一 二 三 四 五 我們還在哪裡去拿 也是一樣的 沒關係我們也講明 再給妳一次機會 好 再給妳一次機會 動作都那麼快 對 有人這位小姐說 我最後一個沒有丟 妳有看清楚有沒有丟 有嘛 對不對 再看清楚喔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有沒有丟 有喔 有喔 那這個又掉了 來 也是五個啊 有啊 好 剛才掉了不算 再給妳一次機會 好不好 只有妳有三次機會喔 好 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又少一個 打開看看 好 謝謝 這比快的啦 對 我們還是送薑餅 一隻小熊 一隻小熊 來 送給妳 好 謝謝 謝謝 好 妳要試試看看 好 最後一格囉 最後一格囉 要不要練習 還是直接來 先練習 先練習 練習我一定會故意讓妳抓到 沒關係 妳練習那個速度就好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太慢了 太慢了 因為妳 妳是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合 這樣不對 應該是一 二 三 四 五 合 要跟六一起 不能六再合 有沒有 剛剛是六再合 我們再試一次 好 完了 一 二 三 四 五 這太快了啦 五妳就合也不行啊 好 這樣可以了嗎 我速度都一樣 所以妳不用去聽我的速度 對對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很快 我是說我拿得很快 對啊 來 再打開 來 再打開 我耶 還是五個 還是五個 給妳最後一次機會 好不好 好 最後一次機會喔 大家注意看喔 好 那個抓到的人也是送獎品 好不好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這是很快的對不對 第六我一丟妳就合對不對 可是還是少了一個 好 因為妳是最後一個 我們也沒有小吃的 所以 這個大獎就送給妳了 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 新年快樂 謝謝 總算是人人有獎 過年嘛 大家開心就好啦 大過年的一家團聚 不便數的要摸個兩圈 俗話說 排桌之上無負子 有硬比有輸啦 這一段魔術先生不魔術啦 來教妳打牌的禁忌喊密集 客官們可得注意啦 欸 小東西 頭上有東西耶 對啊 很多人知道打牌要拍背 因為這樣也會把運氣 給拍背啦 無非妳是故意要人家輸錢 否則還是乖乖觀戰 方偉上策喔 OK 小黃球 拿那個 錢不太夠了 我再借我兩千 妳才剛打沒多久呢 妳看不誇張啊 哪有人帶這麼少錢出來呢 還好 兩千是不是 對 借錢 親身地無算帳 就算大家是一家人 上了排桌 也是要事事分明的 尤其是贏錢的人 生怕這一屆 把自己的好運 一併給接了出去 有些更講究的人 甚至連火都不見呢 還是中國製 不會禁牌 那奇怪 妳要洗那個 其實我打這個 叮死他 妳要叮 不要講那麼久好不好 不停的講話 台沉默能讓思考力大正 也能讓牌有膽怯 滔滔不絕反而惹人嫌 注意力會被分散掉喔 看書 喝書好 看書同音 幾乎所有打牌的人 在打牌前絕不看書 如果別人打牌時 還故意在人家座位下丟本書 那更是小人行進的呢 戴紅 無論你是紅包 紅紙 穿紅色的內衣褲 都在此範圍內喔 穿得越紅 財運才會燒得越來越旺喔 天氣好冷喔 我們繼續打吧 好 好 清雜毛 公公主學認為 超出鼻孔的鼻毛會漏彩 因此建議上台桌前 先把鼻毛、眼睛眉毛間 及額角的雜毛清乾淨 洗手 洗手的時候趕快去廁所洗洗手 沒運就會被洗掉囉 你說還滿有效的呢 加油 好啦 除了那麼多 最後還是祝大家 恭喜發財 口袋裝滿滿啦 白滿 欸 不啦 我終於等到你了 小魔又到處撵花惹草啦 不過這次可是提到鐵板囉 且看小魔用什麼魔術 渡過難關呢 魔術先生 咱們下回見囉 MING PAO MING PAO MING PAO